对于很多人来说 或许我们都曾经羡慕过富二代的生活 毕竟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拥有了大笔财富 可以说不用努力 就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富二代的人生都是能够一直幸福的 在香港地区就有一个富二代 他在年轻时肆意挥霍家常 而在家常被挥霍一空后 这位富二代也成为了一名街头流浪汉 现如今他整日与狗为伴 甚至都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那么这位富二代究竟是谁 他又为何会沦落至此呢 这位悲惨的富二代就是郑六三 或许在刚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人们都不会把他与富二代之间产生任何联系 毕竟这个名字听起来太过随意 但实际上郑六三正是出生于一个香港的富豪家庭 他父母的经济条件在香港社会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正因如此 在郑六三出生之后 他就一直过着精一玉食的生活 而由于郑六三的父母工作十分忙碌 因此他们也没有对郑六三进行合理的教育 在郑六三成长的过程中 与他相处 时间最长的人就是家庄的保姆 就这样 在一种不健康的成长环境中 郑六三也没有形成合理的价值观 在郑六三看来 自己的家中是有着花不完的钱的 慢慢的 郑六三花钱越来越放肆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他想要的就必须要得到 而由于他始终都在依靠着父母生活 因此他也从未想过工作赚钱 毕竟以郑六三父母的成就 是完全可以养他一辈子的 对于一般的富二代来说 接管家族企业就是他们未来的工作目标 而由于郑六三从未学习过任何有关于企业管理的知识 因此 郑六三的父母也始终没有将公司交到儿子手里 可以说 正是因为父母的溺爱 才造就了郑六三后来的悲惨人生 其实 对于一般的富豪家庭来说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公司继续正常运转下去 他们都会对家中的继承人进行严格的培养 通过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富豪家庭 我们就会发现 像郑六三这种不学无数的继承人 是非常少见的 毕竟 经营一个企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说不从小就对企业进行培养的话 那么 在日后的经营过程中 前人们打下的基业也始终会被后人挥火一空 后来 当郑六三到了该结婚的年纪时 他也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然而在这个时候 郑六三却仍然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富家公子形象 他不仅没有自己的事业 对待自己的家庭也是并不上心的 对于郑六三的妻子来说 他之所以会嫁给这个不学无数的富家四弟 也不过是因为郑六三家庭的资产而已 其实 对于富豪家庭而言 这种情况是并不少见的 毕竟他们家中的经济基础是非常雄厚的 如果说能够用钱为儿子娶回一个妻子 那么对于他们而言 也是一件十分方便的事情 然而 对于郑六三而言 他的人生也不可能是永远一方丰顺的 在一次意外之下 郑六三的父母双双离开了人世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家庭的重担就压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其实 作为郑家唯一的儿子 郑六三是继承了一笔五千万的巨额遗产的 对于一般人来说 在得到了这笔遗产之后 在那个香港快速发展的社会阶段内 如果能够好好经营的话 那么这笔钱也能够帮助郑六三 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然而 对于郑六三而言 他除了花钱以外 几乎什么都不会做 就这样 在不断挥霍的过程中 郑六三的妻子最终也无法忍受 和这位不学无数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了 最终 郑六三妻子就决定 带着孩子离开中国 而妻子离去并没有给郑六三带来任何的激励 在此之后 郑六三反而是继续过着挥霍的生活 当时 为了能够让妻子和孩子继续过着优渥的生活 郑六三也决定将家产中的两千万送给妻子 可以看出 虽然郑六三在事业方面是不学无数的 但是 在对待家人的过程中 她确实有良心的 而在她的不断挥霍之下 这几千万遗产也很快就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之下 由于郑六三并没有什么经营技能 因此 家中的公司也因经营不上而纷纷倒闭 已经失去了生活来源的郑六三 不得不开始思考 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如何进行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来说 在没有了积蓄之后 我们就会选择通过工作的方式来维持生活 但是 郑六三却认为自己的身份是非常高贵的 所以她不能够通过体力来换取报酬 就这样 一向向往着自由的郑六三就决定 成为街头流浪者 通过乞讨来维持以后的生活 在后来的日子中 孤独的郑六三也收养了一些流浪狗 而现如今 已经年过五十的她 也仍然过着以乞讨为生的生活 而在她的悲惨人生中 唯一留下的伴侣也只有流浪狗 通过对郑六三的一生进行了解 我们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富二代都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的 如果说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 没有对其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培养 那么在她长大成人之后 她的生活也将陷入困顿之中 对于郑六三的父母而言 虽然他们在事业上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 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中 他们却是失败的 在不断的溺爱之下 最终郑六三也成为了一个不朽无数的人 由此 很多家长应该得到了一定的启示 对于家长而言 爱孩子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 在关爱孩子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的教育与培养 如果说一味的顺创孩子的话 那么也会为孩子未来的人生造成一定的悲剧 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好 穷不过三代 复古三代 这句话的深意就是 一个人的出生并不能决定他的一生 反而后天的成长更为重要 有的人虽然家境贫穷 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可以将余生逆袭 但有的人家境卓越 却因为恢复五度导致身无分文 还记得在十年前 有一位香港的富二代 因为父母遭遇意外得到了五千万的巨额遗产 但是却因为他挥霍五度 很快就花光了这些钱 如今的他流落街头 终日与狗为伴 那么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过度的宠爱 上文说到的富二代 名字叫做郑六三 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 郑六三家庭条件算是中的水平 因为他的父母从结婚到现在 做生意赚了一些钱 在郑六三刚出生的时候 父母抓到了商机 参与了进出口贸易生意 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父母的生意 振振日上 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就已经成为了百万级别的富豪 家众条件这样好 再加上郑六三是家众唯一的孩子 从他三岁开始 只要是不太过分的要求 父母都会想尽办法去满足他 对郑六三十分的宠爱 转眼三年多过去了 郑六三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 这个时候 父母要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名下的公司 现在已经申请上市成功 还有一顿事需要去处理 他们又怕冷落了郑六三 在万般无奈之下 夫妻俩只能请个保姆 来照顾郑六三的饮食起居 可父母的溺爱 把郑六三打造成为了一个 纹固子弟 父母实在是没办法 去参与儿子的教育 只能想方设法的去满足他 父母越是由着郑六三的性子 他就越来越喜欢四处行逛 把学习早就抛至脑后 在初中时期 郑六三已经不是 不好好学习这样简单了 他和校外的混混勾结 整天在上个期间出去玩 而且还是出入一些娱乐场所 因为郑六三生活费很多 所以他身边的湖泊狗友 陈群 在父母发现郑六三 已经成为了一个坏孩子后 他们经过分析 觉得郑六三是因为 成长环境的原因 就把他送到了国外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